- 這邊有個概念叫BioMath 那...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五英文起讀 那中文化成生物質三小阿 他的意思是 我其實很久以前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說 你知道螞蟻嗎 小小隻小小隻對不對 你即便是整個螞蟻的一個窩 我們叫來一個colony 一個螞蟻的colony 就是殖民地那個字 它合起來也沒有多少對不對 可是我聽過一個說法 看過一個報導說 全世界的螞蟻 就是它的mass加起來 比全部的人類加起來 是還要重的 但後來似乎這個報導 就被debunk掉 就是說放屁也不可能 可是想想也不是說真的不可能 像例如說在熱帶雨林 或一些什麼地方 那個螞蟻你要是真的 把一隻一隻挖出來 或怎樣 然後蹭個重 發現可能還真的蠻重的 但有沒有比人類還重 不知道 可是總是這篇報導 講的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他說 This is a wake up call 我們該醒過來了 So the total weight of wild mammals less than 10% of human humanities 所以他的報導 就這樣 這就看懂了 所以我們該去 這個反省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這個人類的種的 種的 biomass 就 again 我們把全部的人類的體重加起來 總共是多少盾不知道 等一下好像會看到 有個大概的估量 那如果你把 因為人類是哺乳類嘛 那哺乳類這邊就看到了 mammals OK 所以哺乳類跟哺乳類比 或許是比較有意義的 我們就不要跟爬蟲類或鳥類比 所以人類的 biomass 那跟那個野生的哺乳類比起來 是wild mammals 比起來呢 是他們是比人類 就是連十分之一都不到這樣子 我這句中文講的好爛 but anyway 那哺乳類包括什麼 包括大象啦老虎啦 什麼之類的 So我先讀一下小標題給你聽 So from elephants to tigers study reveals scale of damage to wildlife cause by transformation of wildernesses and human activity 所以他把wilderness 這個是都變得複數 好總之就人類的行為 活動行為 那就造成了野生動物的變化 以至於他們的野生的mammals 野生的哺乳類的 biomass 連我們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我們就來讀一下下面 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東西 Total weight of earth's wild land mammals 從大象到bison bison and from deer to tigers is now less than 10% of the combined tonnage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living on the planet 好 So again the total weight 總共的總重量 of what 地球的陸地上的這些mammals wild 野生的強調是 the earth's wild land mammals 從大象到bison bison是某一種野牛 所以從大象到野牛 以及還有成熟到什麼 deer to tigers 這裡我們反而要提醒同學 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動物的複數 是不加s的 你看他elephant加不加 加bison加不加 tiger加不加 加 但是deer加不加 不加 所以deer的複數還是deer 我們這邊小小說一些些 我覺得這可能也不是全部 但總之 整理一下下 sheep 沒有s cattle 什麼是cattle 就是我們養的牛羊馬 什麼那些的 農場動物 我們就叫他四隻腳的 叫cattle 兩隻腳的不算 雞鴨不算 我的意思是 sheep cattle deer fish 魚 moose moose 是路 不是deer 這個moose 是那一種 腳比較大的 加拿大會有這種moose 那一樣沒有複數 然後呢 swine swine是什麼 豬 buffalo 是水牛 所以這些似乎都沒有 加s的複數的變化 就是 好 你知道一下就好了 Alright so 所以他們現在加起來是 less than ten percent 比人類的總合起來 連我們的十分之一都不知道 ok less than ten percent of the combined tonnage ton這個字就是盾 然後把它變成了 名詞 tonnag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男人女人小孩 這樣子 所以呢 再往下看 他有講到多少多少盾 所以 野生的 陸地上的哺乳類 到今天 有多少多少 so concludes that wild land mammals alive today have a total mass of 22 million tons 這個m應該是million沒有錯 那ton就是盾這樣子 2200萬 也就是2200萬噸 ok by comparison 人類是多少呢 390 million tons 對 371億 3億9千萬噸 這樣子 所以的確是蠻慘的 Alright 再往下看 at the same time the species we have domesticated such as sheep and cattle in addition to other hangers on such as urban rodents add a further 630 million tons to the total mass of creatures that are now competing with wild mammals for earth's resources 這句有點猖 不是很好懂 我們好好講一下 所以 所以同一時間 the species 這是我們的主詞 那動詞在哪裡呢 很快的 就是看到這裡是 add 你說為什麼老師你可以這麼快 就是閱讀的一種 習慣跟速度 所以 這些物種 又另外加了630 million的盾 這樣 就又6億盾 這樣子 ok 加到這個 total mass 那這些 所以人類跟這一些 其他的這些 我們還沒有講清楚的species 合在一起 全部都是在跟野生的布魯類 來競爭地球的資源 so 所以這些 that are now competing with wild mammals for earth's resources 好 那這些物種又是什麼呢 好 我們這邊就是信用詞之句了 so the species that we have domesticated 所以這邊少一個蛋 可以省掉 因為它是受隔關蛋 所以我們所domesticate過的這些物種 什麼叫domesticate呢 就是我們豢養的 我講豢養應該是沒有講錯 發音錯 domesticate ok 因為我記得是陳其真的那首歌 好像沒打錯吧 就讓我飛 將我溫柔還養 陳其真的 那首歌叫什麼 魚是不是 還是叫太陽 應該是魚吧 好啦不管了 domesticate 就我們養起來的那些動物 那我們會養什麼 我們會養剛剛的cattle 我們會養羊啊 或之類的 so the species we have domesticated such as sheep and cattle 所以一樣 你看它這裡沒有複數 因為複數是同性 好 所以還再加下去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 to 就是還得再往上加 加什麼呢 其他的這些hanger-ons 那這個hanger-on 我有去找一下 它是一個蠻特殊的名詞 它的中文翻譯很奇怪 叫做 潘泉富 就是 是不是叫攀泉富貴 還是叫什麼東西 總之就是 你很有錢 我去巴著你 然後攀附泉士或之類的 總之就掛在人家身上 ok 今天這個人很有錢 一堆人就跟著他進出 像以前的拳王太神一樣 一大堆人跟他進出 就是想跟他從他身上撈點好處 所以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有一些物種呢 是掛在我們人類身上活著的 但是什麼概念呢 你想想看嘛 都市裡的老鼠 是不是就是掛在人類身上活著 right 甚至我們可以說 像有一些那個動物叫什麼東西 有一種狼 狐狼好像是 Coyote Coyote在北美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非常的聰明 他們能夠在都市生活 然後就挖你的垃圾桶還是之類的 這樣子 這樣子 那他們是不是哺乳類 也是啊 所以他們就算是一種 Hanger on的動物 這樣子 ok 好 所以in addition to other hangers 那他的複數加在hanger的裡面這樣 hangers on such as urban rodent 就我剛剛說的 都市裡的老鼠 所以rodent這個字就是捏齒類 就是老鼠啦 講簡單一點點 rodent這個字也是托弗亞斯維看到的字 好 所以那動詞出現了 add 所以我再讀一次這個句子 所以這些我們所援揚的物種 好比說羊跟cattle 再加上那些掛在我們身上 好比說都市裡的老鼠 又增加了進一步的630mL的頓數 在這個total mass 那這些total mass 就要跟野生的brule 來競爭地球的資源 中文這麼長 英文再讀一次 at the same time the species that we have domesticated such as sheep and cattle in addition to other hangers on such as urban rodents add a further 630mLt to the total mass of creatures that are now competing with wild mammals for earth's resources 酷 那即便你只算豬好了 the biomass of pigs alone is nearly double that of all wild land mammals 即便你只算豬就好了 那豬也是brule right the biomass of 這句我打出來 為什麼因為我要講簡單 這個叫指示代名詞 所以豬的生物質 跟剛講的野生的陸地 乳類的生物質比起來 也已經是他的兩倍了 幾乎是兩倍了 ok 所以他就沒有把這個bio mass 生物質講兩次 因為講一次就夠了 so the biomass of pigs alone ok 所以這主詞是bio mass is nearly double the biomass of all wild land mammals 那後面這個the biomass就換成了that 你看是不是省一點字 省墨水有沒有 懂這個概念吧 ok 再讀一次 the biomass of pigs alone is nearly double that of all wild land mammals 搞定 Alright 好 來 再往下多看一點點 我想看的是這個 something is well underway 可以 就這第一句 the figures demonstrates darkly that humanity'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et's wildernesses and natural habitats into a vast global plantation is now well underway 先看到這裡就可以 因為它hyphen之後又有了一些with的補充 那這個就已經不是句子的重點了 所以這個數字 上面的一些數字 the figures 剛剛講的誰是誰的幾倍啊 什麼三小的 right 十分之一啦 這些figure 就demonstrate出什麼東西 demonstrate 什麼什麼東西 是已經正在發展中了 something is well underway if something's underway it is happening ok 所以這些figure 是主詞 demonstrate是動詞 這句話主詞動詞已經結束了 只是它麻煩的是 demonstrate後面下一個that字句 所以其實我們或許會覺得 就是它的重點其實是後面的that字句 只是說這個句子的母句的結構 仍然是這些數字顯示出 顯示出什麼 好後面講細節給你聽 顯示出that之後的主詞動詞 那後面的主詞動詞是什麼呢 就是人類的這個transformation 正在發生中 人類對一個東西的轉變正在發生中 人類所造成的那個轉變正在發生中 so humanity's transformation is well underway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at 對什麼東西的轉變 the transformation of of of什麼呢 就是這個星球地球的這個野生的區域 跟他們的動物的這些原生地 把它變成了一個很大片的全球性的一種plantation 就是反正就是我們能力把他想成的牧場啦 或之類的 所以這個轉變正在發生中 so humanity'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et's wildernesses and natural habitats into a vast global plantation so this transformation is well underway 好聽懂了齁 那這個wilderness就是你看wild這個字就野吧 認識這個字 可是它加了一個er變成它的發音不是wilder而是wilder 那加一個ness結尾就是野外的名詞 那有很多的野外 所以它這裡可以變附屬wildernesses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變化說真的 那natural habitat就是自然的這個棲息地 natural habitats Alright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人類對這些東西的 對這些地方的這種轉變 轉變成了全球大牧場 這個東西is well underway 好 來再看一下去 所以 海粉後面 with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its wild creatures 所以它還帶來的什麼東西呢 帶來了這個很糟糕的這些後果 毀滅性的後果 對它的這些野生動物們 so as the study authors emphasize so as the study authors emphasize the idea that earth is a planet that still possesses great plains and jungles that are teeming with wild animals is now seriously out of culture with reality 好我們把這句講完後續就可以了 好所以就如這個 就如它的這個研究的作者所強調的一樣 所以這個as就把它翻譯成如什麼什麼 如他們所強調 那這個如的文法也是連接詞 OK 就如他們強調 那有主持動詞 the study authors emphasize動詞 豆點齁 這個idea 你看到the idea之後 你就知道這就是一個主持了 那動詞在這裡 is so this idea is now seriously out of culture with reality 所以這個idea跟現實呢 已經是完全失衡了 現實是這樣 它的idea是這樣 兩個東西已經完全失衡了 OK 好 所以out of culture 就叫做失衡 這個片語也是 不是很常見 我自己也沒常不是很常見到 但是看過了 out of culture Kilter就有平衡順利良好狀態的意思 If something is out of culture It is out of culture 好 anyway 還沒講完 來 the idea is now seriously out of culture with reality 什麼idea 就地球是一個星球 那這個星球還擁有著很棒的一些平原啦 跟叢林啦 那裡面充滿了野生動物啦 這個idea 跟現實已經完全失衡了 OK 那充滿了野生動物 他用了一個詞 所以plain plain就是平原 jungle就是叢林 那他們呢 裡面呢 teaming with wild animals 所以team這個字 t-e-e-m 不是t-e-a-m t-e-a-m t-e-a-m是團隊 t-e-e-m的意思呢 也就是before of or swarming with 所以充滿了什麼東西 塞滿了什麼東西 每一個garden 每一個花園裡面都充滿了野生的生命 這樣子 every garden is teaming with wild life 這是一個例句 如果你記得的話 英雄聯盟那個遊戲 裡面有個角色叫提摩有沒有 提摩的招式就是一直放香菇在底上 然後走到就蹦蹦蹦蹦蹦 然後你就死掉了 那大家就很賭籃這個角色 所以有這麼一個 英雄聯盟的一句口頭禪 大概就是team must die 提摩得死這樣子 好有玩的才知道了 可是你看他的名字就取得很巧 他的名字就是t-e-e-m 就是我們上面看到這個充滿了 加個O在後面 team多可愛啊 team team 好anyway 所以這個idea已經失衡了 所以這一段其實寫得不錯 我們最後句大家就不要看了 我們就看到這裡為止 我們把它從頭唸一次 就剛剛說了 這個數字顯示出人類什麼怎樣 還記得 對這個人類把地貌改變掉 然後讓野生都活不下去 這個過程正在發生中 然後這個作者強調強調 地球是一個充滿生命茂盛的地方 這個東西跟現實已經失衡 好我們中文大概把它講成這樣 可以了 the figures demonstrate starkly the humanity'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et's wildernesses and natural habitats into a vast global plantation is now well underway with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its wild creatures as the study authors emphasize the idea that earth is a planet that still possesses great plains and jungles that are teeming with wild animals is now seriously out of culture with reality 可以了 Alright 最後一句把它唸完好了 反正就同一段了 the natural world and its wild animals are vanishing as humanity's population of almost a billion individuals continues to grow 好這就不解釋了 我們這集講的有點夠長 好 所以我們人類的生物質多的可怕 大的可怕 野生動物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這樣吧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我們下次見 爲定 後面 我們下次見